天黑請閉眼 狼人會出現 今晚狼人要殺的是誰 這裡 你嚇好了 你什麼意思 你怎麼說是假的 這裡是來的 你怎麼看得到 真是來的 擺下來 生極了沒有 生極版 生極版 跟車士有沒有 錄得不一樣了 好高級 因為他很高清耶 高清是常常的 很高清耶 桌子完全不一樣啊 很神奇耶 就是跟WTO的那個 姐妹會見一遍 上次有幾個是不會玩的 是有點迷猛的 不會玩呢 就會影響很亂 這個排局 對 然後呢 他會有新手光環的時候呢 他說的什麼大家都信 那又加上上次錄影的時候呢 每一個人都有點緊張 對 想要力求表現 就是明天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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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今天有很多 聽說有很多 明天的高手 就是朋友 明天 我就很常聽說 人家說陳琳就很強 真的 對 看跑 我有點緊張 我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獨身高進 讓我瞇一瞇 這種跑 你也抬腳了 主人 有數字 三個字 帥 狼人 喔 是他 是他 第一局大家都沒有頭緒 可是我剛剛有注意到 小賴 她原本看的時候 她是這樣子很輕鬆 可是她看完牌之後 她就變這樣子 她就覺得說 我拿到狼人牌 我該怎麼辦呢 這感覺 對 女巫家自舊 所以狼人已經知道 誰是女巫了 所以女巫待會 不要浪費毒藥殺我 因為我是平民 我覺得女巫不一定是自舊 她也可能是 因為在場 我不確定在場 是不是都很會玩 因為女巫她也有可能是 就是直接用掉她的解藥 然後這一局的話 我的建議是 還是票一個人出來 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 因為她救了之後 狼人並沒有 她沒有殺到人 可是你如果這一輪 不投一個人的話 其實狼人下一局 還可以再殺一個 就等你這一局白費 對 對 過 09啦 09 記得 明有三位 神有三位 狼有三位 狼多希望 明跟神能夠 一局能夠死一個 就死一個 但你卻在第一個階段 沒有任何的洩索之下 你說今天 這一晚 一定要票出一個人 你這不是狼 那是什麼呢 我也覺得 4號有點太早 叫人家票出來 因為第一局是什麼資訊 都沒有從前面這樣聽過來 都還沒有聽出的人 沒有什麼 那個 可是我剛剛在晚上的時候 狼人在殺人的時候 我聽到這邊有發出 你那個發出 咕嚕咕嚕的聲音 蛤 我這是 所以我 我現在還不確定 但是我輕踩你一下 剛剛 二號同學 夢夢在指到你的時候 說你可能是狼人的時候 你 有一點點這種感覺 好 狼人先生 請聲音 昨晚 五號 被殺死 施政情侍 淘汰去 明明啟動 令人盡量 二號 走 我 要代二號 二號 胖帶 你為什麼要殺他 你為什麼要殺他 你是不是想跟我關在老裡 我覺得 三號玩家有點太激動了 就是如果我是村民的話 我不可能會那麼多表現 因為我就是很正常的一個人 然後我這次先輕踩三號 現在狼人很明顯就是一號了 他完全沒什麼資訊 都講一些無關緊要的資訊 然後就咬我是狼人這些事情 而且他剛剛從遊戲開始 第一局 他就先選二號 然後現在又選三號 他想一個個裁掉平民 而且你們要想喔 他是一個沒有資訊人 怎麼有辦法 就可以咬我們兩個 因為他是狼人 才會知道平民是誰 所以他這麼快就咬定我 他絕對是狼人 所以待會 如果沒有票掉他的話 女巫毒藥一定要毒他 你心機很重 對啊 剛剛整個晚上 一直狂動你的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會這樣 我真的一直都很不一樣 你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你好可疑喔 會不會有可能 一號跟三號他們在互咬 但他們其實都是吧 因為畢竟他們的 今天的髮型蠻像的 但是如果可以 要照邏輯來放我 我會比較 心肝三號 有 對 然後你今天一直針對我 不是你就一直發出聲音啊 那我先 我會聽三號的 但我待會會可能會 親揣你一下 好 親揣你一個人 對 對 二號呢 他死了以後 他非常激動說 他是平民 那通常一般 在觀察的人 都會有點相信 但是一號有一點 不太相信 他就覺得 咬定說 你好像就是狼人 那有可能 一種可能就是 二號他演的 騙人 然後他跟三號是一夥的 所以狼人是二三四 然後一號他可能是預言家 他猜得到他們三個人 其中一個是狼人 所以他一直否定 他們三個人的演技 所以一三現在才在互養 但第二種可能是 一號跟六號 可能是同夥的 因為 他們倆 現在有一個可能就是 狼人可能會跳出來互養 然後第三種可能是 七號 七號從頭到尾都要裝沒事 有一種狼他會裝沒事 然後默默的 所以我覺得 一三六七都滿有可能 是不是 一三六七都滿有可能 一三六七都滿有可能 對 我都可以 一三一個人 你也在講就滿有關的 你也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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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應該剩一隻狼而已 一種FU 剩一隻狼而已 但是剛剛就我的觀察 我覺得 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道理 反正就在為自己辯解 但是剛剛我覺得三號 因為我覺得 左右兩邊突然空掉的時候 會緊張起來 從頭到尾 保持著一種 防衛的這種姿勢 因為妳是一隻 可能是一隻 小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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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 所以妳發現 我好像太暴露了 趕快擋起來 我真的是批評 但是如果你們不相信我 還是可以把我飄掉 但是女巫 一定要把狼人一號帶走 我可以先犧牲 但是狼人真的是一號 相信我一次 第一碗 我們現在很有可能是 狼人 狼人自刀嘛 然後女巫救了他 反正總而言之 現在有可能是 女巫已經沒有藥了 或是也有可能女巫救自己 所以我覺得 什麼叫第一種可能 就是已經沒有解藥了 就已經被解掉了 還沒有可能 沒有 我說的第一種 不要跟他講話 沒有 小狼人 這叫不可能不可能 他就已經解掉了 怎麼可能不可能 你管人家是不是自刀 還是怎麼自救 就兩種可能一個嘛 有可能叫他 他有可能叫到名啊 是吧 尾就賊 救毛杯 你知道我第一局怎麼殺人的嗎 沒有殺人 天津酒坐旁邊 這話最多都殺他了 你怎麼花了 多分一句 我會踩你一下 我會踩你一下 一定要票一個人 為什麼 我是說 如果我們後面三個人 有繩子的話 就可以跳出來了 因為 我現在覺得 狼人不是自刀 對 然後我覺得 例如說我們後面有繩子的話 你跳出來 我們這一輪可以票一個狼人 因為你看 如果女巫的解藥已經用掉了 那我們現在要就 我們現在這一輪 如果都不投任何票 那狼人就是在殺一個人而已 然後呢 就一個平民被殺掉 或一個繩子被殺掉 那 沒有任何的進展 我就覺得沒有任何的進展 我之前在玩的時候 我都會先票掉一個 最可疑的人 對 然後我就說我是平民 就是你們如果繩子 三個確認之後 我們可以連線 四個人連線 我們直接把狼人投掉 就結束了 過 我還是覺得六號的邏輯很怪 對 如果沒有票掉她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 主要可以用掉 因為她太像狼人的發言了 然後我這一局還是平民 所以可以不用浪費票 因為人家可以不用浪費票先 驗我的身分 我覺得可以先驗六號 如果她沒有被票掉的話 我是覺得六號剛剛邏輯蠻怪 因為她一直要繩子的人出來 那因為女巫的 就結藥已經沒了嘛 所以如果繩子出來 等一下狼人就是可以照著順序殺 我們也束手無策 所以我覺得她要繩子先出來是乖的 但是三號剛剛咬我 我也是覺得 為什麼你要莫名其妙地咬我 所以我覺得三號也是很乖 狼人請殺人 狼人請殺人 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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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人請殺人 接了而去真言 昨晚8號被殺死了 死者輕輕投胎群 啟動 命令技能 命令要帶走的故障事 四號 為什麼 我剛剛原本以為八號是狼 但是他被殺死了 然後他又是獵人 所以他一定不死 等一下 我好痛 我怎麼想一看 我這一局我覺得 目前講話比較有邏輯的是 九號 跟七號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聽他們的話 然後放開他超狼的 我又超狼的 紅酒… 紅酒…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重點 在殺人的時候 殺得有夠久 什麼人會猶豫不決 女生 女生 這個已經11個 這個是滿狼的 接下來就是 我覺得啦 應該狼是女生裡面 至少一兩隻 說得過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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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觀眾還記得 剛剛為什麼 我一開始選擇了四號 後來我選擇這片原因什麼呢 陳寧久 我要告訴你 我剛剛犧牲了你 為什麼呢 我犧牲了陳寧久 為了就是要看丫頭的反應 因為陳寧久 當我一舉她的牌子的時候呢 她發出一個 她那個嗨的聲音呢就是 但是我去看到丫頭的表情是 男人肉豬 就是這種面目 她就是一批狼 下來看到你之後呢 我一回頭 瞄到你之後呢 你把自己看這樣 你把自己的聲音是怎麼樣的 是 如果 你人一下還在的話 待會兒 就查這樣 那待會兒現在票的人 我們是怎麼樣呢 就把他票出去 票一陣子就票他 如果有人沒跟我走的話呢 你也有問題 我還沒說完 怎麼樣 你要看他演一下嗎 你有看什麼 你有看他演什麼 請問一下 你不要回我了 我 你不要回我了 這一秒 這一秒 我要看你怎麼表現 你剛剛那個表情笑的就是 有人跟著我走了 對不對 等一下吵了是不是 要好好表現是不是 把他們拔掉了 好 好